俗话讲啊 宁教王八糕子 不教吊眼梢子啊 这个眼梢掉的女人呢 一般呢 这个还是 做事呢 有一些这个道德感偏弱 目的性极强 而且呢 这个为了一些目的啊 会不会在乎过程是怎么样的 而是 这个只为达到目的 甚至会有一些 不择手段 这是吊眼梢 吊眼梢的人呢 有一些这个翻脸不认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之前跟你非常热乎 之后呢 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呢 会跟你啊 这个 这个翻脸不认人的 这是一种 这个吊眼梢的一种面向特点 其实我们从整个 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我们说相不独论 如果单有吊眼梢子 其他的一些 这个面向的特点呢 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也没有这种寓意 所以说这个面向 一定要综合来看 面向一定要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女主呢 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啊 虽然眼烧掉 眼露白啊 但是呢 我们看他这个 眼距稍宽 眼距宽的人呢 在这个做事的原则性方面呢 稍弱一些 并且呢 内心呢 还是淳朴 少心机和谋略 加上鼻梁和山根不起的人呢 一般呢 依赖性稍强一些 特别在婚姻感情当中 在事业职场当中 也是如此 很难呢 这个有 这个个人的自信 和这种决断力 所以往往是依赖性烧枪 他是一种团队型的人员 不太适合 去领导团队 适合协商 适合 协作的这种一个人啊 比较 这个 注重团队意识啊 这个这种人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一般如果是说 掉眼烧的人 再配合眉尾上扬 那么就 往往有这种特点 往往有 刚才讲到的特点 但女主呢 没有这方面的特点 女主呢 眉呢眉毛呢 还是弯弯啊 裂带下垂啊 所以这些人呢 一般呢 这个与人为善 这个不会争强好胜 并且呢 在这个眉形来看的话 能够眉聚不散 做事也能够 讲诚信 重信誉 从一而终 这是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鼻梁不起 再加上山根凹陷呢 一般定力稍弱些 注意这个偏圆的干扰 在青年时期呢 容易有一些 这个渣男或者烂桃花的干扰 尤其是眼距稍宽的人呢 内心淳朴 少心机 容易被渣男和烂桃花干扰 那么有一些面宽别窄 面宽比窄的人呢 也叫面大比小 所以 也一些中年的财运 还是一般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颧骨高突 但是有肉 但是有肉 而且呢 肉稍多一股 偏营养质 亲和力还是有 这个婆媳关系还是不错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鼻头啊 见一些 这个痘印的干扰 包括这个人中处 这些痘印的干扰 对运势也是有些伤害的 尤其是鼻头的肉啊 也是见伤财啊 伤财 同时呢 这个人中的这个质呢 这个痘印的干扰 也要多注意保养啊 人中呢 虽然形态不错 人中如水滴 伸长见沟啊 这个子嗣风浓啊 跟子女缘分深厚 但是呢 长期有这种痘印的干扰啊 容易 这个伤子女运势啊 那么从整个这个夏婷来看的话 这个双唇呢 还是带唇珠啊 双唇见棱角 口齿凌凌啊 有的时候呢 会口不择言 快言快语啊 伤这个小人啊 容易犯口说是非 夏婷呢 也是见一些痣和巴含的干扰 加上这个本身夏婷呢 还是有一些走下行啊 走下行 夏婷呢 偏弱一些 晚年呢 倒是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早年运势呢 倒也是还可以啊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 有好有坏 体现在这个官路宫 事业宫还是不错 见光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这个皮肤呢 还是稍显毛孔粗大啊 这个有一些影响到 这个早年的这个职场运势 但是呢 我们说官路宫啊 比较饱满见光泽的人 那一般呢 能入宫门 甚至呢 能够吃国家饭 这是非常不错的 早年的一个运势 包括这个眉毛位置啊 也不低啊 所以出成绩还是可以的 出成绩比较早 所以整个早年运势不错 到了这个中年运势呢 会慢慢的下行啊 到晚年运势 又会慢慢的提升一些 整个面向呢 总为言之一句话啊 不要单看这个吊眼烧啊 吊眼烧 相不独论 一定要综合整体的 一个面向格局去分析 我会不会去分析 吧 我可以继续 这是一个小型的 也就是来说的 然后你已经算了 一样的 好多年运势 好多年运势